那都是空的 我觉得这也没啥呀 然后他上来就说我一顿 我也感觉挺无辜的 叫保安叫我年走了 叫我走 真叫我走 我跟你说我立马辞职不干 我就走 怎么了 哎呀 我这天多大的事 本来就不想干 天成哥晚上好呀 天成哥 就是老头呀 年龄挺大的 在那保安亭子来做的 一般他们都是当地人 他这房子呀 我估计 然后直播间人家说 他们肯定有啥 不给人告知的秘密 他们就这样讲 看你知道 那时候直播间好像26个人吗 25个人 然后他们就说 他这里肯定有个 肯定有个不该说的话 人家就这样说 我估计 我估计 觉不惯他们的臭脾气 就死 我觉得就死 人就不能惯着 你知道我知道 我感我感觉人家就不能惯着 我感觉人家就不能惯着 越惯越来劲 我就在那边坐了一会儿 我啥都没干 然后他胆着我就说我 我感觉那没啥呀 我也没侵犯什么 对不对 直播 我本来都说换个衣服 我出去播去了 我都跟他说了 他非说叫我出去大门 不要我在这播 我把自己直播 我把架子卸了 卸了之后我拿着手机 我说我下了 就完事了 多大的事 非叫我出去 我去 富王哥晚上好呀 我感觉都是欺负人 知道不 他这房子建的 好像也就是 有二十层吧 应该 我不知道 没仔细看 下次我坐天梯的时候 看他电梯 有几层吧 就知道了 下次我注意一点吧 老头挺那个 挺梗的感觉 我觉得没啥呀 你知道不知道 昨天的时候 我去 我去楼下买东西去了 然后 我要的两包 和豆腥 两包 味龙 辣条 还要了五个 五个那叫什么 叫啥来着 十里价 还要了一瓶水 青梅绿茶 大瓶的 要了两包 小锅吧 五十块钱 那个男的 在这卖东西 我说老板 我买这么多 你不送我点啥吗 老板说送你啥 我说送我点 送我点呀 对不对 我买一次 买这么多 老板说 我们都不送的 我说你想想 你得拉住顾客 对不对 这次买五十 下一次买多少 我说老板 要不送一个 十里价吧 送两个十里价吧 两个不是四块吗 老板说 这不行 只能送一个 我说送两个吧 老板说不能送 只能送一个 我说这样吧 你送一个十里价 然后再送我一瓶水吧 老板说 这不行 只能送一个十里价 不能送水 然后我说 这不行的话 不如这样 送一个十里价 送一瓶奶吧 老板又说 奶也不能送 你这两个 只能选一样 然后 我说那行啊 那我说 我不行的话 我到别处看看吧 你这店太小了 也没啥东西买的 我要的东西没有 老板老实给我说 我不是脑瓜子 一般的老板比不上 昨天早上 显得柜子的无聊吧 就是想整整它 知道不 十里价两块钱呢 我说你们 你们这没有橙盒的吗 他说没有 没有橙盒的 就一个小超市 就宿舍旁边 可小了 他说没有橙盒的 我说你这店太小了 我要的东西都买不到 真的 买个一马金 买个大马的都没有 都是小马的 我说你看 你这店啥都没有 你知道不知道 真的没有 买个苏菲的都买不到 都没有 买个大马的都没 然后 我店太小了 我要的东西都买不到 老板说 我没地方上 有地方大的话 然后再上一点 然后他这样说 然后我说 我去别的 他不卖给我吗 他不给我 奶也不给我 那我说 我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我就出 我准备出门知道吗 但是我站在门口 我没走着吧 老板呀 把东西插插插 全部又摆回去 我拿了水 拿水 两包辣条 两包盒子肠 还有五个势力架 他又给我一个六个 我问他要两个 他不给我 我要他 我要他给我一个势力架 给一瓶水 他不给 然后给一个势力架 给一瓶奶 他不给 他又摆回原处 摆回原处之后 我说老板 我的东西呢 老板说 你不是不要了吗 你不是说 上别处去看看 我说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只是说 你店小 我要的东西 你这里没买到 所以我想去别处看看 再买点 但是我没有说 不要你东西呀 你给我摆回去干嘛呀 老板 让偷偷偷又给我撞一边 撞完 我说 你还记得我 拿的东西要的啥 我说 我记得 当时我都快笑死了 但是我不能笑 你知道 五十块钱送一个 私力架 我吻 我吻这脾气啊 一般人 胸口走不过 我走的也是 然后我就给他 装个卷 老板把东西又给我装 装里边 然后又给我了 又给我了 我笑死了 可能是我觉得太闲吧 然后就想去看 四十老板的 四十老板啥脾气 那个男的感觉脾气还可以啊 真的 有的老板 有的人的脾气可赖了 但是那个老板的脾气感觉还可以 人长得也挺帅的呀 要不然我 我就看 如果他长得丑的话 我肯定不会去他那买东西 我永远跑远一点 也不去他那 老板 老板还可以吧 他可能没认出来我 我刚来这第一天的时候 我不说去买个 去买镇上买个鞋子吗 然后他这附近没有 然后他刚好去镇上 就是他带我去镇上的 就是这个男的 他开着他的车 他说我刚好去那边有事 我带你一块去吧 那时候我刚到这 我也半信半疑的 然后就乘到他车去了 去到那边那个镇上 他给我带到那 然后我下车 去镇上转了一圈 买了鞋子 也刚好碰到我们这边 培训的时候认识的 就是面试的时候认识到人嘛 多少熟悉一点 刚好也在 这六楼 601嘛 这个层 然后乘到他那边的车 然后又回来了 看看鞋子呀 我穿着拖鞋 穿着拖鞋 你说曹木哥是不是感觉我特别坏 是不是感觉我特别坏 这昨天 昨天上午的事 不拉就想到就是无聊 闲着也是闲着 然后去超市想着逛一圈 我来这么多天 我没去超市买过零食 傻的 怎么可能呢 我哪有你坏呀 我再坏也坏不过你好不好 真的 我再坏也坏不过你呀 我哪有你坏 你把我心都偷走了 放假准备干嘛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准备干啥去 五十块钱的东西 顶多赚你六七块呀 要一瓶水 市里可以市里价 等你白干 你坏 我哪里坏 我哪里坏 我睡你了 我坏 我又没睡你 你干嘛说我坏 我不坏好不好 我好人一个 他说 我说送的 送两个市里价 他不送 我说要不吧 送一个市里价 送我一瓶水吧 他又不送 那大瓶的青 青梅绿茶再拿一瓶 他敢送我吗 我知道他不送 我说要不送一个市里价 再送我一瓶奶吧 奶呀是四块 他更不送 他说就能送一个 他老师给我说 我说你这是啥东西呀 他说这是那个八块 八块钱 我说你你别 老师给我提多少钱 多少钱知道不 只要我想买 钱不是问题 昨天的时候 我说这里面是啥东西呀 他说 这个八块 我说你别给我提钱 别提多少钱 钱不是问题 只要我想买 我就会买它 你不要老是八块不八块 那就十块钱 我喜欢要 我就要买 然后他说 这是什么牙肠 我说这个我不爱吃 你还想睡我 你太坏了 你说 你说我坏 对不对 我又没睡你 你干嘛说我坏呀 草木哥 一言不合就开车呀 但是我没有证据 直播间 直播间人 他们就看着我 草木 我该整啥整啥 一晚早上 早上开播的时候 人会多点吧 二十多个 十来个 有时候 三十多个 四十多个 晚上开播的话 人少点 因为晚上我坐车 刚睡醒嘛 也没有啥精神 然后开着直播挂着 话也比较少 脑子转不来 我让有点懵 然后坐着车 然后去上班去了 一般都是不怎么说话 可能没醒 刚醒过来 刚睡醒就是懵懵的 感觉就在做梦一样 那种 脑子反应过来的话 他还可以啊 呀 谢谢草木哥 谢谢草木哥飞机 草木哥 谢谢你大飞机 草木哥霸气啊 草木哥你是我的最爱 怎么办 我要跟你走 你带我走吧 草木哥 放假准备去干嘛 我准备去找草木哥去 反正好几天 要不我去找你吧 草木哥 草木哥 我去找你吧 我先溜啊 明天还上班呢 我休息呀 你上班吧 我明天休 草木哥 我还要呢 草木哥 我还要呢 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给大哥吓了赶紧跑 怎么会呢 草木哥我还要 我们再来一次吧 我后天休 连续五天呢 我洗干净等你哦 真的假的呀 我差点就信你这话了 真的吗 还是假的 草木五星呢 还差九百 我去 还差九百 太多了 我们有点凑不上 九百块钱呀 还是九十块钱呢 九百块呀 还是九十块呀 要是九十块的话 就好凑了 如果九百块的话 我叫我家草木哥给我凑一凑 草木哥你帮我凑凑吧 哈哈哈 真的 如果是差的少的话 叫人家草木哥凑凑都够了 如果多的话 我心疼人家草木哥 我怕他太累了 嗯 七百八 七十八块钱吗 七十八块吗 还是七百八十块呀 不过你连续五天也行哈 明天再上一天班 过五一 也可以 我只是修了太早了 一上班 估计我 估计我五一过后 该上白班了 该翻白班了 估计 我没有 我没有看贡献值呀 所以我不知道啊 草木哥为我霸气 叫我瞅一眼还差多少啊 我瞅 我瞅一下吧 我瞅 我瞅一下啊 我没有 我没有这句看 我也不知道 溜了溜了 我的吻 草木哥你不能走 你走了 我会想你的 老是晚上想 你想的睡不着觉 把把你的牌子 把你的牌子亮出来呀 啥牌子 他有啥牌子 半摔格 他没有牌子吧 还差多少呀 咱们 还差 还差多少现在 走了五星怎么过 我不知道啊 你给我过呗 漫步哥 他走了 你给我过 我瞅一下 还差多少 不行呀 五星还差的多着呢 五星还差的多啊 欢迎海叶哥 海叶哥晚上好 五星还差的多着呢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78块的话 挺好过的 一个飞机搞定了 这七八百有点难 哇操 走性感路线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走啥路线 我天天都在打工吧 你们看到 我天天都在外边打工 天天除了上边 天天不是在上边路上 都是在下边路上 欢迎猪哥哥 猪哥哥晚上好呀 给你过我的生活费都没了 没事啊 没事啊 等我挣了钱 我养你呀 漫步哥 你先给我过嘛 对不对 先过完 等我挣了钱 我养你 我开直播 挣了钱都给你 我打工 挣了钱也给你 我养你 漫步哥 你要相信我 吻你 你说这话 吻死你了 我也没有呀 过年到现在 我也没挣钱呢 天天在家歇着 我也没挣钱 等我正常工作就可以了 漫步哥 过了年 我也没挣钱呀 我天天也在家 歇着歇到现在呀 哪里哥 晚上好呀 哪里哥 欢迎哪里哥 一直歇到现在 出来找个活 找个啥活 你没看吗 天天占12个小时的活 在这儿干 我也累 我也累得跟啥一样 一站站一夜 我脚也是肿的 腿也是肿的 普遍你啊 哎呀在打工啊 嗯 但你现在正常工作了呀 我都坚持不下去都快要走了 你知道不 天天累的要死 天天累死了一天天 你知道不 上了到现在上了七天班 累了跟啥一样 累还得干 不干吧 现在回家吧 什么都没有 只拿个七天工资的钱 然后我都想着继续在这干 多挣一点吧 那我在家不是也是吗 也是有一天没一天的 但是还得干呀 出来出来上个班完了也可累 一站站十来个 站十来个地儿 他们都叫我走 我直播间里 我直播间里好多哥都叫我回家 这两个阿伟 他们都说坚持不住的话回家吧 太累了 他们都这样讲 但是我没有走 我还坚持到赶到现在 生活不易对不对 东哥晚上好呀 欢迎东哥 晚上好呀 嗯放假了 今天晚上都没有去 没说放假几天我不知道 他们说群里发名单的话再上 没有发名单的话就不用去了 估计下好几天吧 今天的放假至少要过完五一才上 谢谢交付哥关注 欢迎浩南哥哥 浩南哥晚上好呀 浩南哥好几天不见呀 浩南哥 好多天没看到你了 好像是啊 那天 那天我见 那天我见你的时候 我好像是我在下面播对不对 好大的风大概是礼拜一 屁呀 谁给你工资啊 东哥 哪有那么好事 怎么有时差呢 那那天我见你的时候是礼拜一 然后我在下边 我在我在下边直播呢 然后你来看了我 然后就走了 我网页卡那时候刚好是中午吧 我我刚好也要下了睡觉 好像我下我卡了之后你又来看我了 我不是当时没上来吗 他又卡了 宿舍拨不了 放假了 今天晚上我都没上门 东哥 东哥 我要是你的员工 我放假 你给我开工资 好不好 东哥 如果有这么好的老板的话 我也愿意 放假了 过个五一 还给员工开工资 你说多好 不用上边有钱花 我也愿意干 小伙子坐累了吧 还好吧 多坐一会儿也没事 还不累 还行 没说啊 今天才几号呀 要这样算的话 估计得好多天 好多天等 等过几天吧 过完五月一估计会上 他没有发 没有发那个 哪一天上 没说呀 欢迎一天哥 一天哥晚上好 估计好几天吧 效益不好 效益好的话 估计叫我们都不放假 效益不好 谁给我开工资啊 我有工资 你给我开了 我就有工资了 你给我开吧 要不 那就多坐一会儿吧 我晚点来 可以呀 多坐一会儿吧 谢浩南哥礼物 浩南哥大气 中了吗浩南哥 出现个 你这会儿忙吗 还过节费呢 你给我就有 你给我就有 好不 没出来 浩南哥 礼物真黑 什么也没出 一个卡也没出 一行 没出来 白天 白天是出现个 砸出了两个飞机吧 就是砸这个礼物 砸出来的 没有 你 你觉得我们 我们属于是那种 派遣工 他怎么可能会有呢 正式工也没有的 你知道吧 只有你上边才有 正式工也没有 派遣工也没有 只有你上边才有 不管你是派遣工 还是正式工 只要上边就有 不上边就没有 我也没啊 你要给我发的话 我就有了 东哥 你给我发一份 漫步哥 你给我发一份 我就有了 给我呗大哥 你们又不给 真没有 我不骗你们 他这又不属于是 又不属于是什么 大企 然后人家都是放假了 然后有那个工资啥的 我们这哪有啊 没有钱 老务公司会 黑色归灰色 但是他确实是 确实是五一放假 是没有那工资的 除非你上边 就是五一当天 不是三倍吗 除非你上边才会有 你不上边的话 都没有的 你们都别赏到那钱 别惦记 说五一上边的话 基本上都是上面的 高高层才有 人家会上边 然后才有那个钱 像我们哪会有啊 哪个不黑你说 其实是有的 真的假的呀 一天哥 怎么说呢 还是干两个月 三个月直接跑 我现在都想跑 我站一夜 从上边站到下边 晚上九点 站到早上九点 谁能受得了 还在干活 哎 不怕哥 你别上鱼文了 别上鱼文了 大哥 咱上点别的吧 我算给你看 你就明白了 你算呢 让 让我说 估计我明白不了 你算呗 你算 叫我听你 我看你怎么说的 怎么会有 谢浩南哥 谢浩南哥礼物 浩南哥大气 也祝浩南哥 越来越帅呀 是我黑吗 还是斗鱼黑 做一天 做一天有多少啊 17啊 17块钱一小时 说的是做满月的话 19块钱一小时 签的那个单子 是这样签的 合同是这样签的 不想算了 你说呗 你不说我大知道 给你炒上 放假了 上了七天 不是来这儿 我应该是16号来的吧 16号来 然后上了七天 然后放假了 今天晚上我没去 休息啊 哎 刚熟练一点 我觉得还不如上了 又不让上了 还要哪里搁 哪里搁 晚上好 一天200 差不多吧 我同事啊 他们他们有那 离家近回家了呀 刚才隔壁 隔壁那个房间 它就属于是套房吧 三室的 三室 然后那个女的回家了 这里房间里比较少 这屋里住四个人 现在就住两个 一个出去了 现在就我自己在宿舍 我前几天住隔壁 隔壁那个房间 隔壁那个房间三个人 他们不干了 走了 还有 还有两 还有三个人 之前是四个 还有三个 分来的时候是 没分之前是两个 然后我们两个分到 那个房间是四个 然后那个女孩不干了 就是当天分完宿舍 就不干了 然后就剩三个 我住的上铺 然后这个房间是 没分之前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吧 或者是没有人 然后分完之后 他们不干了 现在就一个 然后我搬 这屋本来是住四个人了 然后我在那屋 搬到这边了 搬下铺了 昨天刚搬这屋 只要说你们有底薪 底薪就可以 确实时间长了 有底薪 有底薪能给你们算成节 成节假日 带薪 派遣公哪里来到底薪 你看 又有人跟我降 什么叫降 你知道不知道 你说你的 人家说人家的 这样才有意思 要是听你说 人家没有人说的话 你觉得一个人有意思吗 对不对 人家说的也是 事实吗 事故一天哥 你说的也没错呀 我不说 你们抖个六 那天 那天你在说 你在这说的时候 那个谁 筹哥 你俩在这说 然后他说一句 你说一句 你说一句 他说一句 你俩杠起来了 今天还没开始呢 你又开始了 别生气嘛 对不对 别生气 你变那么小气嘛 对不对 闹得玩 你生啥气嘛 你该说你的 你说你的嘛 他该说 他说他的嘛 对不对 不要生气 告诉你啊 是没有钱的 没有钱的 我要是你老板啊 真的一天哥 你要是我老板的话 我希望 节假日 你给我三倍 我上不上 你得给我开 礼拜六礼拜天 我上不上 你也给我开 这样的话 我感觉你是个好老板 你不给我开 我不上班 不给我开工资 你就是个坏老板 我跟老物 老物局说 你有底心 就有底心 呀 人家说没有 你怎么算了 我们这是小时工 十几块钱 一小时 哪有底心啊 正式工有呀 不是正式工没有 小时工 笑哥也开始了 寄工师 哪来 哪来的 接假日 有工资 死脑筋 不转弯 不说了 这是那天 面试的公司吗 对 哎 你们理解不了 除非你上边有工资 不上边没有工资 小时工 小时工没有底心 小时工没有底心 他有底心的话 还是走的 就是说 每个月7号 给你发正常工资 然后25号 给你补那个小时工 差价 就跟富士康那个一样 知道吧 是那样算 像他这个是没有底心的 没说 说了你们也整不明白 非得让我说 不用你教我 没有谁教谁不教谁了 对不对 大家只是一块儿交流 知道不 一天哥 你这样 你这样 不用找公司上门了 谁说的 我该上门还是上门了 知道不 我该上门都上门 对 我一直都这样 该上门上门 下门了再播 下门了 然后再播一会 不可能就是说 你不上门 肯定不行 你们都别这样了 人家一天哥收起来 你们都憋嘴吧 一天哥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非给我讲 你们还不信 你们都别说了 我不想跟你们说了 你们老是讲 说了你们还不懂 非得给我讲 不懂还装懂 你笑个屁 你起了头 那怎么了 你说啥气 非得让我说 说就说呗 怎么了 真是的 又不是什么正轨公司 正轨的公司 正轨的公司 是不是都要交 五险一金 是吧 好难搁 就是叫五险一金 还有那个叫什么 五险一金 是都要交的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叫什么 公司的节假日啥的 旅游啥的 是不是 比方说给员工的福利 待遇 那些才是正轨的好公司 你说是不 我现在真不 真不爱看你直播 哎呀 一天哥生气了 怎么办呀 一天哥 你不要生气了 好不好 都是我的错 行不啊 说了也没用 文化差距 行了 别生我的气了 无险 对 哪里更晚上好呀 只是不怕哥 跟你说了两句 哎 我不是生气 觉得你们真的无知 可能是 可能是我们那个 走那个流程 是吧 走那个流程里边 也就是说 没有底线 对 可能就是说 有些公司 它可能就是 本来是有的 但是它我们属于是外包的 我们走的那个合同 就属于不是正 不是公司的正规的合同 而是外包的合同 然后这样一比的话 它本来就不是正轨的 所以它你说的是正轨的 跟这个 估计还是有差距 本来就没有 就算你 就算你没有 我感觉是这样 如果你走正轨的话 它缴纳 无险 然后什么 住宿费呀 吃饭呀 人家该扣的扣嘛 对不对 该 该补的补嘛 但是它这里边 基本上都是说 就是 比较 没有那个流程 有那个流程 只是草草了事 但是就是说 基本上都是 你自己 自己处得多 我懂个六 我也可以给你算出来 带 带薪休假 带薪休假 可以有 除非你是正事工 然后 结婚假 婚假 婚产假 可以给 其他的好像 像五一这个价 没有 工资表可以随便造啊 工资表你基本上 工资表的话 你看不见 他会 就像富士康 他那个工资表的话 他就给你一个胆儿 加班多少 然后就是 记忆多少 价儿多少 平时多少 就有这个 你啥也不懂 你没有底薪 我进来的时候 17块钱 他咋给你算底薪呢 签到合同上 他没有说底薪是多少钱呢 合同上都 我都看了呀 要是 要是上面来查呀 我可以 我可以 把你的工资造成 2500底薪 卧槽 你牛逼 怎么造 怎么造 那钱呢 我知道 他 他就可以造成 2500底薪 但是到最后 员工 去没有的呀 你可以让我 带薪休假 那你说呗 你没上门呀 我估计 我们这 我们估计 我们这 怎么说 也就是说吧 你上了才有 不上没有 带休假的话 也就是产假 婚假 他这些给你的福利价 是有的 正是员工 那个是他们做 做的资料呀 公司 想发多少 发你多少钱 就多少 你在 你在上德 白干吗 倒背 你一句都没听明白 他属于是外包的 对 外包器 你办一张卡 我教你办法 你办一张卡 我可以教你 好了 截指吧 欢迎美沙哥 美沙哥 晚上好呀 安押一天哥 给我说了 我不想跟你说了 转点 一解释不明白 你懂个六 一个个都整不明白 高级 欢迎漫不歌 漫不歌 晚上好 用户哥 我不要这个礼物 用户哥 我不要这个礼物 我不要这个 只能打工呀 你看一天哥说啥 基本上是中介 挣到钱了 到员工这 基本上都是低的 中介 挣到钱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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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你五百 都发现不来 一天哥 你说说 你说完之后 说不定我 今天晚上 拉的箱子都不干了 都走了 你讲吧 你只要 跟我说通了 我今天晚上 我立马都走 我收拾东西 今天晚上 我都不住宿室 真的 我拉的箱子 我都走了呀 叫我小五人 没啥哥 我不能逼 你说吧 你说吧 一天哥 你说完 指不定 我收拾东西 我今天晚上 我都走了 嗯 不干了 叫我小五人 没啥哥 哎呀 我这回肚子 有点饿呀 有点咕咕叫 以后少叫我 怎么会呢 少叫你 怎么能行呢 叫你不是 对你亲吗 对不对 你咋能这样 对我的一天哥 你咋能 抗拒我 拒绝我呢 不行呀 浩南哥 这里离镇上好远 附近没有卖饭的 七八里地 来回的 在镇上转一圈 差不多 要走七八里地了 来回 来回来的路程 这都几点了 我不想出去了 安徽呀 熊哥晚上好呀 熊哥 欢迎熊哥 安徽 外边没有 只是这边的饭 离这老远 卖饭的老远 所以出去的话 来回来 跑的 外卖 我没有点 没有点外卖 它这边不像不像之前那边 那边比较近 就卖吃的 这边下边什么都没有 那边不是挨着那个宿舍旁边有夜市吗 这边卖不行 你要懂了 可能是 对对对 一天哥说的对 我们干的也就是临时的 对 外包起临时工 一天哥 你说的对 一天哥 其实真正懂这个的 还是一天哥懂得的 这个我知道 熊乐哥 晚上好呀 熊乐哥 欢迎熊乐哥 谢谢你 荧光棒呀 临时工等于我们是属于长期工 知道吗 就类似这种的 日节工的话 就是当天结账 我们不属于日节工 超市里卖的油 下面就一个小超市卖的东西 没啥的 宿舍里 宿舍里都没有热水 泡个泡面也吃不了 行了哥 晚上好 我觉得我说这么明白了 都听不明白 听到明白呀 咋会不明白 可是明白又能怎么样 你说呢 一天哥 听得明白 而且心里也明白 又不是不懂 里边的 里边的事 多少还是知道一点 听得明白 跟网络壳泪一样 就像 就像你说的 如果你都懂了 你就不会出来打工了 知道吗 今天晚上不上门 放假了 五一放假了 他们懂不懂 我不知道 至少我是知道里边的事 知道又能怎么样 我岂能不清楚吗 不知道 没说放几天 多少还是了解一点点 没说几天呢 只是说 等 全力发那个名单的话 你去 叫你去上班 才去 然后没发的话 不用去 归于五一过后 该上白班了吧 要转班了 来就上了七天吧 对 所以说 所以觉得你知道的 越多知道吗 你这活你都没法干 知道不 但是你没法干 而且你又找不到 其他的 知道吗 你就是这就是 人最那个的处 知道不 所以说 说穿了 说透了 其实心里都知道 但是有些人不知道 但是我心里明白 但是明白又能怎么样 因为问你 知道不知道 搞 搞我心情 你觉得我能不知道吗 知道又能怎么样了 你觉得 没啥 就是你知道了 你还是依然在这干 除非就是你真心不想 真的不想打工 有积蓄 也可以 然后 就不再打工了 可以找一份 自己做个小生意 啥的 那也行 我们现在 我们这打工呢 其实是 也不是说全知道吧 有一部分人知道 有一部分人不知道 我们不反抗 也无能为 我也无能为力呀 我们反抗也没有用啊 知道不 这东西不是说你一个人都有用的 没用 不回河南 明天带我们直播 看一下 大安徽呀 去哪里看 你想去哪里 没啥个 我在安徽 凤阳县 咱们能去哪里 我对旁边不太熟悉 上级领导 可能会有 下边的 根本不会 凤阳县 去千城吗 一般情况下 外包其实不会的 就算有人家也吃回扣 早就没了 知道吗 到你这儿就是没有的 这么简单 人家都给你吃了 到你这儿就是没 就这么回事 明白的人都知道 你就是知道这些 你一个人 你觉得他有用吗 一部分单 就是给我们看的 没有 一部分单 就是给别人看的 有 知道吗 就是这样干的 但是你就是知道这些 有什么用 你一个人反驳 一个人去抗议 有用吗 这些东西不是说 一个人能干得出来的 就可以操作 明天你去县城呀 私信我 我给你赞助点 饭钱 没事啊 没啥哥 可以的 明天你来看我就行 你不是不知道吗 我不是在告诉你吗 一天哥呀 一天哥 欢迎哪里哥 哪里哥 晚上好 你又在说这说那 知道有啥用 有什么用 没有用 管我屁事 所以说 解决不了办法 一个人抗议 没有用的 欢迎 治疗哥 治疗哥 晚上好 你多拿工资 又不请我吃饭 你来呀 你来我肯定请 对不对 是不是 我不管一天哥 你在直播间怎么看我都无所谓 我感觉你在我直播间 我把你当哥看 你来到河南呢 我至少会请你吃饭 对 谢谢 谢谢拿了个荧光棒 还求着我说 我怎么求你了 一天哥 我是这样说的吗 我说一天哥 你快说吧 我求求你 你快说吧 哎呀 对我一点不尊重啊 没有嘛 这样东西 这样东西 你一个人 怎么说呢 知道也没啥的 知道吗 没用 我感觉是这样 因为 你反驳不了 这些东西的 非要我说 那你都说你不说了 你不说了就算了 然后你又说了 嗯 刚开始的 我说你说 然后你又不说了 你说你不说了 不说我也没再问了 然后你下面又扣出字来了 一般情况下 他不说的话 我不会去逼他说 你赶紧说吧 我求你了 你说 一般不会说的 哎 因为是 因为有的人 他不知道 站的立场不同 所以人家在发表意见呢 嘛 主播饿了 聊点好吃的吧 聊点啥 明天 明天的话去看看吧 看看外边有啥吃的 然后去那吃点 什么话 我都被你说了 我犯贱是不是 你给我聊天 我犯贱 啥犯贱不犯贱的 人家只是在这发表 他个人的意见 也没错呀 一天隔 刚开始我也跟你说了 我说一点小事 隔不住生气 前面我也跟你说 我说大家只是闹壳满 别往心里去 别生气 他们有的 他们有的不一定说在公司上面 有可能他们是做自己的 自己的账目 有可能 或者是有的是开超市的 啥的 他不一定会说在厂里上边的吧 再说我呀 懂吗 我懂呀 我不是不懂呀 对呀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我说你想 刚才我说你可以 你知道的话 你可以说说看吗 发表发表你的意见吗 然后那 那个叫什么 不怕哥又说了一句吗 其实他说的只是外包起的 你说的是内起的 确实是我们收到的确实是没有底线的 不上边是没有的 这是事实 但是上面是有的 人家不是说吗 错没有 永远的错 大哥都不会错 错都是主播的错 就这样 没了 大哥何来的错 错都是主播的错 小伍的错 小伙子 我没有不服气啊 你凑个鸡巴 还有杨哥 杨哥晚上好 有可能就是 他发表意见的时候 他也是个打工的 也可能是跟我一样 有可能 所以基本上外企的话 如果干返费的话 和在小时工的话 确实是没有的 我们收到了 收到的价格 确实是没有那个钱 如果是有的话 我肯定会说 我们收到了也是有 如果没有的话 一般五一上班的话 才会有那个钱 没有的话 就没有了 反正一直以来吧 我从来都是不是说 很爱生气的那种人 也不爱很爱 很爱发脾气的那种人 就上午的时候 人家在这说我 好像那个是谁呀 在这说我了半天吧 我忘了叫啥了 我忘了叫啥了 但是我没有生气 他在直播间也是搞我 他搞我心态嘛 然后我一直也是不生气的 什么呀 我生气你很开心 你目的达到了 我从来不是那样的人 我从来不是那样的人 上午的时候 他就叫什么 路西吧 然后过来跟他闹了 闹了一会儿 然后我说他了 我不是 人家只是发表意见 我们只是站的立场不一样 你知道吗 一天哥 立场不一样 我感觉这也没啥 不可能就是说 你遇到的 在网上遇到的人 都刚好是志同道合的人 就是意见相同的人 这样的话可能是 就是说知道内幕的人 他肯定跟你说的是一模一样 然后不知道内幕的人 那可能跟我说的都是一模一样 就是这种的 你自己什么人 你自己一点不清楚吗 我啥人呢 我一个打工的 啥多少礼物给主播 如此生气 哎 正傻 我没有教你做人呢 我从来不会教别人 自己 自己说不好听的 有些事情都不会做 还去教别人 我可没那么能耐 什么别在这装无辜呀 装可怜呢 我只是说我只是说的 我说的立场 知道不 我只是说如果是都是打工的话 他可能了解的内幕 他可能了解的内幕跟我是一样的 如果他是跟你那个上上层的话 他跟你了解的内幕是一样的 然后说出来的话跟你是一致的 然后不了解的话说出来跟我是一致的 只能是这样说 什么赢不赢的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 所以说我只了解这里边的这些东西 然后上边的东西我不知道 打工人就是打工人呢 打工人就是上本的 你对我说话态度有很大问题 那你问浩南哥跟美沙哥还有出现哥 他们在这挂半天了 还有笑哥 哪哥哥过来又不是这样说话的 我对你有啥问题 态度有啥问题啊 一天哥 白天 你问浩南哥 天成哥在这也挂半天了 你问他晚上我开直播 我跟谁说话都是一样的 特别针对我 我针对你啥 咱俩有仇望 我针对你啊 我也是醉了 傅斯康牛 不是那玩意儿 一天哥不是那种人 我从来没有说 刷礼物少过针对一天哥 你问他有没有 没有 他刷多少无所谓 他过来我该说话还是说话 但没有说针对谁呀 你这话真的说的是 感觉都有点 怎么说来呀 真的是你们 你们就不要乱让他 掐乱了 你问一天哥 啥时候我过来说 一天哥 你给我刷个飞机 刷个火箭 我从来没说过 一天哥 看我直播也挺久 但是我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 我没有说他给我刷的手 我不理他 哎呀你们真是的 我是那种人吗 真是的 别跟着添乱了 无语死了 你们一帮帮的 我跟你说 没有一天哥 真是的 我都无语了 你看他们一样 乱带节奏 你刷不刷是你的事 对不对 我开直播是我的事 你看是你的事 就这样 所以说我没有说 针对谁谁呀的 你像他们说过 你刷的手 我说过啥吗 我从来没说过啥 我从来没说 叫你刷火箭刷飞机 我从来没讲过 所以说我对你有啥意见 一天哥 你说 我对你有意见 我都如语了 我说礼物的事了吗 没有呀 那我说了吗 我也没说呀 都是他们提的 这直播间 还有人能拿出 一千万呢 几点了现在 我看个表 十一点 哎呦 哎呦 行了 行了 依天哥 这样吧 我跟你说吧 我这样一说吧 依天哥 我跟你表个态行吗 不管是谁的错 是不是 不管是谁的错 直播间 不管是谁的错 直播间是我开的 对不对 不管是谁的错 都是小伙的错 我的错 我表个态 都是我的错 希望你都是 在这玩的开开心心的 知道吗 直播间闹归闹 说归说 知道不 但是咱们 不生气 不往心里去 没有说搞人心态 啥的知道吗 没有这一说 也没有说对谁杀礼物少 然后不理谁 知道吗 我就说了这明白啊 你说啥都对 你长得帅 对 你说啥都对 给您放手歌听吧 给您放手歌听吧 主播的错 主播的错 这话我不是说 对你说过啊 之前的时候 我也说过这话 不是说是 针对你说的 我说不说了吗 我说不说是 我说不认真了 好呀好呀 夕阳阳是吧 是这个吗 我爸你当个人 你爸我当个猴 你看这话说的 是这个是这个吗 是这个吧浩南哥 我知道了哥 在西洋洋没洋洋 来洋洋飞洋洋 什么呀什么呀 什么呀都是洋洋 我们是一群小小的羊 小小的羊 你们五一放假不 浩南哥 工地上应该五一也放假吧 老头好呀 老头人好有地宝 之前有个名字 之前有个名字起的 好像我见那个号 就是老头人好有地宝 名字好像就要这个吧 小孩子脾气啊 小孩子脾气啊 笑死老头子了 你们 放假五天 应该我们跟你们差不多吧 我感觉 之前我记得杜鱼 杜鱼有个名字起的名字 就是老头人好有地宝 他名字起的就是这个 记得标青 那明天放假吗 还上播 我们等于27号都开始了 今天都没去 这个好 不乱扔东西 这个好呀 肚子饿了 知道吃东西就行 之前 好像是我 去年的时候吧 我听阿奶说 然后就是跟阿奶他妹子 阿奶他妹子 然后 就是他 他老公嘛 然后就是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可能年纪大了 然后就是痴呆 他走出去之后 他都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然后就看了也没看好 那就属于老年痴呆症吗 我只是我只是回家的时候听阿奶奶说了一点儿 一天兄真生气了 牌子都没了 他可能真生气了吧 我也不知道 真生气了 他之前都删过一次了 他之前都删过一次了 无所谓呀 我这人看了很开的 何必呢 一天兄 一天哥是谁是 就是比较就是 有个人的 他就属于是那种 怎么说吧 就是属于是 比较有个性的男人 就是有主见 也就是说 比较适合女孩子结婚的对象 考虑的特别的就是周全 虽然我 我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是我感觉就是 他这样的人 就是他比较就是 有自己的独特 我没有见过他这人 也没见过照片 就是从认识到现在吧 聊天各方面 感觉就是他比较有 有一点就是比较有主见 他逐渐比我大了 大了去了 一会儿一个样 对呀 我在场里边啊 你不是知道吗 剑牌哥 我都来好几天了 你看看 我把他当哥 他说我把他当猴 你说我啥办法 有时候吧 你本来想解释 但是你越解释越黑 还不如不解释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你看我都不知道 你看我都不知道 我说啥了浩南哥 我真不知道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그램 给不给 其实都无所谓呀 对不对 如果我给你360 知道吗 那证明我对你确实有意见 没把你当哥看 我可以这样讲 这么确切实实的 给你讲一天哥 如果我给你了 我确实没把你当哥看 这是真的 如果我没给你 你也可以不说话 这是你的自由 阿哈哥晚上好呀 欢迎阿哈哥 好久不见呀 好久不见呀 阿哈哥 晚上好 三个飞机拉倒吧 他不上个火箭 不上个超火 那是不可能的 知道不 今天晚上没去 我们五一放假了 我们晚上放假 今天没去 不知道放假几天 本来我上到夜班 可能五一过后 转白班吧 县阿哈哥 银光棒呀 安徽 出州 凤阳县 在这个新能源厂里边呢 好像16号来的吧 16号到这 上了一个礼拜了 现在 嗯 对 本来都一直在上班嘛 在家歇了一个多月了 然后还是出来 找点活干好一点 要不然在家 阿妈老是说 人家出去找个活 都在家歇着 也歇嘛 然后就出来了 然后富士康 本来是说 去富士康那边呢 歇一个月 然后富士康那边 一直不是也没名额吗 抢不到 人家抢了两次 没抢到 所以我就来这边了 临时决定的吧 然后他们也说新能源好 然后我想着 也没去过啥地方 没出过省 然后就选到这了 来的时候也没人给我一块 我自己来的 本来是跟朋友 想着一块 然后他们都不出来 说老远 工资 说的是 19 签的是17块 说上一个月的话 上半期的话 补两块钱 19块钱 一小时 合同是这么签的 那天 17 一小时17 如果是上满一个月的话 一个小时不两块钱 19块 然后吃饭 好像是不扣吧 然后住宿不扣 然后扣水电费 两半 12个小时 站半 一天是12个小时 然后计11个工时吧 然后都是站着的 它的里面没有做的 基本上就是电脑桌开的话 可能有一个凳子 其他地方都是沾板 然后站着干 可能是之前 没有下过 干过太重的活吧 富士康里面 至少是坐着的 然后他这边都是站着的活 一站的话 站十来个小时 有点受不了 重庆 比亚迪新能源 故障人蛮多 安老弟 安老弟的安徽啊 安徽比亚迪 他在那边干 他底薪也是2200呀 比亚迪 然后是我记得是 我是三月 三月七号回家的 安老弟 好像是二月份的 三月份的工资 他发出来 他好像少上一个礼拜吧 发3500块钱 他底薪也是2200 比亚迪里面也是站本吧 安老弟也说站着干 他在安徽 过完年的时候 去安徽比亚迪了 我本来想着 我也去那边 他说站不上 然后我没有去 师祖哥 晚上好呀 欢迎师祖哥 比亚迪 好像七八千吧 打的又七八千价 招聘信息 打的是七八千 我看了 但是他实际工资 发不了那么多吧 安老弟就少上一个礼拜 少上一个礼拜 才发了三千五 那天的账单 不是给你看了吗 小哥 安老弟说少上 少上一个礼拜吧 但是我看 比亚迪招工 打出来的工价 是2200的底薪呢 2200的底薪的话 那不是跟 富士康正式工一样吗 2200的底薪 那就是算上 加班费 平时也一样 一个小时 基本上都是 平时1.5嘛 周末两倍嘛 他这样算的话 岂不是跟富士康 工家差不多 哎呀 扣款嘛 如果是正式工的话 老弟去干的正式工 好像 也缴那个 五险一金吧 五险肯定是有吧 应该 然后他说 住宿 住宿应该 不知道扣不扣 好像扣 住宿费扣 住宿费扣 然后那吃饭的时候 好像我问他 扣不扣 他跟我说了 我手机上 我忘了 那时候好像是 二月份 三月份 我问他的 那时候我打算是 三月七号 我工期结束嘛 我说不行的话 我去找他 然后他跟我说的是 他那站班 他一说站班 我不想去了 因为我二月份的时候 已经在打算 三月份的事了 想着就是回家 歇几天 然后再找个活 然后没有去BRD 然后就来 回家歇了一个多月吧 然后就来到这了 我也没来过安徽 第一次 第一次来这边干 然后就是 也没出过省 就算自己闯一闯吧 一天哥说这句话是真的 如果是12个小时 最后面拿个五六千块钱 最后面保个底 估计还差不多 如果是12个小时 拿个四千 三千多 四千的话 估计 不会有人干的 那样的话 还不如选个 作本 因为他这是战本 还不如选个作本干 说是吧 划不来呀 哎 七四八就是这样嘛 哥不是 正一点的话 总比不正强 歇着的话 没一分 打工人 真苦比 给我两万都不干 哎 浩南哥 就这还抢着干的 如果给两万 就富士康的名额 打卡五十五天 在这九十天 补一千五到两千五 人家还抢着干的 名额还抢不到 我要能抢到 我也不用来这了 你知道吧 我还抢不到 哎呀 你就别说 一个月给两万都不干了 当时不打破头啊 是吧 我在家 我在家是 三月七号回家 三月十五号招工 我去不了 他招到正式工那时候 嗯 打卡五十五天 在这九十天 给一千五到两千五 公占不一样 给的也不一样 一个月就是五六百块钱吧 三个月 然后抢了 都是招一天 说是招一天 其实就招三五分钟 他妈系统爆满了 一千 一千个名额 九百个名额 都报不下 富士康现在里面五六万人 整个河南打工的 富士康打工的都二三十万 忘记富士康二三十万 河南人比较多 他一不招工 河南人都在出来打工 哎呀 苏州上海 哪跑都有吧 现在找个三四千的都不错 三四千的现在也行啊 现在活也不好干 三四千其实做班也可以 嗯 也可以的 两万我考 一般我考虑一下 如果两万的话 我跟你说 河南哥不带犹豫直接去 不犹豫 嗯 直接去 不用考虑 我就不用考虑 不敢 你牛逼 我 你看我 我在那边 你问 那两天给我筹的 哎呀 我 我说这名额 老抢不上 人家一个礼拜 开一天系统 说是开一天 招一天工 招九百人 一千人 三分钟都满了 你怎么报 报也报不上 然后下策 就是出来打工了 去外省了 然后那几天 我问他们妈 问上哪里好 打工什么好 他们说新能源 不错 工资高 然后我就 先定点新能源 是第一步 然后就去哪里 有苏州 安徽都有 然后想着苏州 不是离家远吗 然后就 然后上海昌硕那边 我也考虑了 然后上海昌硕是 上海昌硕 好像是干一个月 奖励一千五 只有一个月的工期 三十天 然后达峰是 二十一 二十一小时 干两个月 到七月八号 大概结束 我也看了 合同我也看了 我想着 倒不如去干一个 没干过的 因为上海昌硕 昌硕是做 昌硕做手机的 达峰做电脑的 我也问了 然后就想着 新能源没干过吗 他们也说好 倒不如说 选个新能源去干干 加上我吧 也知道富士康 忘记吧 如果今年看这情况 如果忘记 工价低的话 繁费低的话 打算就是在这边干 工价高的话 再回去 我是这样想的 这是考虑的下策 然后我就来这边了 谁知道这边 占本一占十二个点 我感觉累 我脚也痛 痛死了 脚都肿了 腿也肿了 还不停地上料 往上面上东西 最后还来跟人家算账 十二小时最好 结过婚的 人家十八 招到男的三十八 男的三十八 女的三十六 太大人家不要 女的还要 没干过的也能干 不熟练的也能干 但是男的也要干过的 没干过的 人家还不要 这里边 这厂里边 昨天晚上 他们都说 这个厂毕竟是新厂嘛 那天一天哥说的是 这个厂注资一百万 对不对 是吧 这个厂是真的 还有那天你说 他这个厂是那个 无锡那边是总部 也是真的 是无锡那边是总部 他这边只是个小厂 分厂 他里边没多少人 但是车间挺大 都是建的新设备 只开了两条线 里边的人 昨天晚上他们还说 我厂排号是多少的 然后他们说 以我的厂排号来看 就是现在这个厂 招人是已经招过两千多人 招过两千多人 两千多人的话 但是走就是走走 来来来来走走 走走来来来来走走 就这种情况下 现在已经有两千多人了 但是留下来的确实没有几个 这个厂也就几百人吧 两条线 百万般加一 二百也就几百 四百人估计都难 四百人估计就哪个劲吧 上不了五百 上不了五百人 他人挺少的 就一个大车间 里边卡都是设备 嗯 对 都是人 人在那看着 工人 然后少一点 然后他们厂里边 刚开始的时候 是从这边招工 招完之后 去无锡那边培训 培训一个月回来之后 然后开线 好 那两个主管 好 有一个经理吧 人家说都是从无锡那边 然后过来的 那么看八台机呀 累死吧 四台呀 就那个头 头那个半 那个看四台机去 那人 家庭有负担的 对 这场 这场怎么说 就是 来的多 来的也并不多 但是走的也不少 就说来一百个人吧 留下几率可以说是 四十 还是三十 会留下 一百个人 百分之七十的都会走 就这个几率吧 走的多 站不了 有的上一班都不干了 有的一班上不完 都不干了 或者是有的上一个礼拜 实在坚持不了 然后又走了 有的干半个月 也又走的 哎 厂里本来都是这样嘛 来来往往的 那只有上面都知道啊 现在不景气 五一都放假这么走 我也想走 我也不是说没想过 我也想走 只是现在回家 没啥活干 富士康的公家 还是那个家 所以想着 来的时候都想着 再来弄两个月再走 在刚来几天 也不是说没想过 也想过 但是 但是你那个押金 如果你不退的话 押你宿舍二百块钱 就是我们那天 办住宿的话 二百块钱呢 有啊 有的嫌着 跑那个流程太麻烦 而且跑宿舍 还在跑厂区 来回来跑 然后直接就走 不办 欢迎出现个 出现个晚上好 那为啥说 我是稳定的那种啊 我也不可能呀 也会跑路呀 都是嫌麻烦着 跑来跑去的 你要走的话 厂区也不用去了 东西也不用 大家直接从宿舍 来拿几件衣服 直接跑路 如果是在乎呢 两百块钱的话 就是宿舍 跑厂区 清理清理 然后再跑宿舍 再跑厂区 再两趟吧 弄完之后才能走 我跟别人又不一样 一天隔 所以我还是 会考虑的吧 就像我来之前 我也考虑 不是说没有考虑 考虑了大概 一个礼拜 说去哪里 没有决定好 然后你们说 新能源嘛 你说新能源不错 我然后就考虑到这儿 来新能源 我想这意思就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的话 就是富士康忘记了 我去富士康 如果富士康不忘记 以后我就是在这儿 写能源干 我是这样想 如果是今年富士康 不顶弃 我就是一直在这儿干 我来的时候 就是这种打算 我是这样想的 但是想象中的 比我想的还要困难 有 培训完就跑了 有的分完宿舍 当天晚上都跑的都有 都不干了 分完宿舍也要走的 正常吧 上游两代人 下游弟弟都要养 哎 不说那小小哥 过完年 来打工的00后呀 得换十几个厂 但是也想过换呢 但是你换来换去 跑来跑去 最终也没挣到什么钱呀 一天个 我是说 我的 我从来就是做事 就是先考虑 考虑之后 就是不想来回来的 导致路费呀 这些东西 我不想这样呢 每个人毕竟 经历的也不一样 生活环境也不一样 他肯定尝试的 每种东西也不一样 只能说 根据自己的那种 坚持吧 如果是我跑了 就像这样 我走了是吧 我走了之后 再进一个厂 还是上班 然后转来转去 如果再换一个 还不行 那你这半个月 跑来跑去 最后什么也没落着 而且路费还花点钱 我不想那样奔波 是啊 结婚哥 好久不见了 晚上好 宋舍先我 我自己一个人 最后赚了一点点存款 回家过年 当过完年又没钱了 对呀 你说的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已经长大了 不应该老是问父母要钱 应该替父母分担压力这些 我觉得是这样 你看得很透 你看得很透 确实是 就像 就像富士康有的 有的活不是坐着吗 要相比之下的话 这里的活累 那里边的活还轻松一点 但是有的人 既能富士康依然分到工作 工站不好 他依然会走 但是我不会 去年他说 我分的活都可难干 但是我还是坚持 坚持拿到反费 拿到反费 然后再续一起 然后再走 因为工价高嘛 我当然会续 为了挣钱 我选择坚持 坚持拿到反费 三月份我才走的 对呀 他长期的人会感觉很压印的 嗯 就是短期的 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不想干了 然后就换了 如果好的话就续啊 我那时反费到期 只能续半年合同 派遣 如果再续的话 只能干那个 正式工了 没有 没有那个派遣合同 已经终止 只能续派 正式工合同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网也晒破了 鱼也没打到 哪里哥 晚上好呀 哪里哥 我最欣赏的 就是你这一点 知道吗 一天哥 我最欣赏的 就是你这一点 因为你把什么东西 都捂得很透 看得很透彻 这就是我最 你欣赏你的地方 没有啊 正式工买 我们不是正式工 所以没有 我们属于是那个派遣工 短期工 所以没有这些东西 因为我知道啊 因为我知道 所以我感觉 就是说你 从你说出来的话 相对别人说出来的话 就是靠谱的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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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有时候 别想着 我老坐这儿 没有想啥 其实也想了 每个人扣的字 啥我都看 我不是不看 我也看 从扣字 都能看出来一个人的 接边哥 晚上好呀 欢迎接边哥 没有 我不会对人 我在直播间 你看我今天上午的时候 好像跟那个谁呀 我俩在这儿闹闹几句 但是没生气 他也没生气 我也没生气 我不是那种人 有的人 他只是 发表不同的意见 我知道呀 他接触的少 他肯定不懂 接触的多了 里边的事都懂了 就是 就是 你像你低层 低层的 就像我们这种普攻哈 普攻的话 他接触不到上面 他不会知道 如果是你在上边的话 一目了然 就像你说的这种 像我们这些的话 基本上可以说是 但是心里多少 知道一点点 我知道一点点 但是就是说 也不能去说这些 对 对 他网络本来就是 有的人他就是带个节奏 你也知道 你明天上不是不上 马上凌晨了 现在多快啊 时间 对 他接触的不一样的 美沙哥 晚上好呀 还有美沙哥 看 看直播的 也有很多人呢 对不对 接触的层次 就像我一样 接触的都是 打工的 最 可以说是最低层吧 只能这样说 然后像你接触的 基本上都是高层那种关系 应该应该应该是五月一过后 爽百分 但是没说 他他理解不了的 他以为你他只会感觉你在说谎吹牛逼啥之类的 他只会体会到这些 他只会体会到这些 因为他里边他不懂 有些东西的接触不到他也看不透 上百分好点吧 我上了 上夜分才上了七天吧 然后跟着人家一块倒门 五一过后 估计上百分吧 名单没有发出来 发出来哪天上的话再上 他们站着有那个群 follow me 因为我知道您接触了我呀 所以说你说的我信的 我不是不信的 我知道 我们我们这些能说啥 上面的事情 只是这些东西看透了 明白了 就像我一样 还得干 明知道自己干也是中介拿的多 我们拿的少 但是还得干 中介也是拿人头钱吧 牛逼 我们还得干 我这样基本上还好吧 没有什么太大的节奏 你那活儿还好吧 至少比我们的强多了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苦了呀 等于两个月发一次工资 他咋会两个月发一次呢 会越越发吗 他就是上个月的工资 拖半个月的话 那再发不是一样吗 他不发了吗 他延迟归延迟嘛 但是你到下个月的时候 再发也一样呀 比如原来20号发工资 原来20号 现在他给你 发的是上个月的 20号发上个月的 好 那他下个月发 20号发这个月的 不是一样吗 延迟 延迟半月到8号 20号到下个月8号 那延迟到8号的话 那他发完8号 再20号再发一次 不就完事了 对不 然后变成 然后变成下个8号 发上个月的工资 以后都把发 一个月发一次 那你这老板 那你这老板 这账算的 对呀 嗯 嗯 对 小蚊为啥中间 为啥呀 抽个幸运观众 你是不是想说抽着你算了 那他这样算的话 你老板岂不是少发半个月的工资吗 这样算是不是少了 20号 20号发工资 拖到下个月 20号发 20号发上个月的工资 结果拖到8号发上个 上上个月的工资 那他上个月的工资啥时候发 再拖到8号 8号发 那岂不是又少一个月 是不是想要我抽到你 你说这话 别抽你啊 那你不愿意吗 少活十年 你不愿意 对呀 这不会过年 过年前会结算 清整年的 嗯 哪里隔晚上好呀 他等于是压着了呗 就是 这样算 就是压一个月 没按月法 你老板是不是心里想到有点 牛逼 确实是 你这样的话 人家等于是有那个旋转的余地 旋转的余地 这样算 老板 老板这样的话 有旋转的余地了 就算有个啥事 至少有一个月的工资压 你知道吗 有周转的 你像富士康 他爱发工资 感觉挺那个啥的 他上满月吗 下个月 七号 发上个月的 然后下个月 七号 发上个月的 下个月 七号 发上个月的 他都是这样发 如果卡到礼拜六 礼拜天呀 或者解假日 啥之类的 也可能会提前一天 拖后一天两天 他会给你发那个信息 一般情况下 都是七号正常 他不拖钱 你就是不干 不干七号发工资 也就是七天之内的工资 七天之内的工资 你想跑个单子了 就给你接 七天肯定也不可能说 没有礼拜六 礼拜天是吧 也有不上的时候 你可以跑个单子 跑个单子 然后七天的工资 给你接 到时候 到你 还到你公司卡上 到次月 次月的 到你工资卡上 如果你不跑的话 这个工资一直压着 也就几天 七天肯定 出礼拜六 礼拜天 两三天 三四天吧 有时候你在 旷个工是不是 两天 这样你们老板 这样你们老板不想让你们走呗 欢迎汤哥 汤哥晚上好呀 汤哥 骂归骂 不得不佩服老板 这一手管理手段 高明 压你一个月工资 要是走的话 你跑个单子 这个月的工资 那个一个月工资肯定也得给你 只要你跑单子就会给 不过不得人心呢 是啊 对 叫谁踢起来 谁都生气 换你 你做不来 其实吧 其实话都是这样说 一天哥 都是这样说 其实要是 真自己 要是做到那个岗位上的时候 也可能也会 也会 也会有这个 用这个 经营的手段 也可能也会用 但是也不能说是 不用 不用的也有占百分之五十 用的也有占百分之五十 都会有吧 但是后边就是 员工后边吐槽的 说他的 估计太多了 明天你们 你们去老板 把老板告 老板一告 老板要吐血 放假几天呀 我不知道 汤哥 今天晚上我都没去了 我 我来等于上了七天班 上了七天夜班 我们十六号来的 上了七天班 然后可能是 五一过后吧 我该转白本了 上白本 随着人家一块转 但是没说放假几天 他说 见了有个微信群 叫我们在群里等通知 就是这样说 然后发着你几号 出来明灯了 然后你就去上班 没说几天 光复厂 老板 老板的脑子赚得快 工资卡就是证据 我不是说中间一个月没发吗 嗯 没发工资吗 这个劳动 劳动法是违法的 以劳动 以劳动那个合同来看的话 他 他违法吧 应该违吧 他等于是压一个月 厂白本的厂里边哪有啊 很难找的 但是我去告没用 你孩子少熬夜 而且不用你举报 我们 我们的税啊 他每月都 都报 绝对违法 像 像这种事情 一天哥 你自己去说有用吗 你感觉 违法 违法 归违法 那他没办法 最多被警告 警告之后 你说你会落个侠 是不是 他要知道是你 你说是不是 你那活还行吧 轻松一点 一天天 轻轻松松的过了 你又不差哪些钱 去也就是说 不好听的 你上边也就是 混个日子吧 一天哥 打发个时间 对不 虽然我对你不是很了解 也不知道太多 我感觉就是 不差钱 去也就是上个班 打发一下 无聊的时间 混个班 混个时长吧 然后下班了 不行 不加班 叫我加 我都不加 没啥好处 你就是 整了之后 也没啥好处 还不说就这样 反正是不干了 他最会 最后跑单子 那钱会给 又不是不给是吧 压着就压着吧 有时候我感觉 一个人 一个人反驳 没啥用 你像 你像这边 都是来打个工 好多都是从 很远的地方过来吧 河南的来的也很多 路费啊 车费啊 住宾馆的费啊 都是自己出的 加上体检位 也是自己出的 自己出完 完了 你 你在这 你在这上 上 面试完了 你感觉分的岗位 不行 站班 然后又走了 你在这几天 哈 你在这几天 四五天吧 来 来一天 然后第二天 然后面试 第三天培训 然后第四天 不对 还有个体检呢 第一天 第一天来 第一天来到这 住一晚上 第二天面试 第三天体检 第四天 第四天培训 来搞四天 第五天 你才能进车间 才有工资 好像是 培训都有工资了 等于要四天 你想你四天在这 吃得住得花得 路费啥 你都要花钱 你到最后分的车间 一看这活不行 然后你再走 那你不都折腾一个礼拜了 我是不想折腾 所以留在这 好像我们也是吧 我们这也是实习吧 上德 没想过呢 我感觉你 你在场里还好吧 你们待遇 你待遇还行啊 你 实习 实习期跟我们行政 行政一样 安底心 安底心的 感觉吧 这里边 我上八小时 八小时工资 不高的 高不高比我高 你上八个点 多少钱 靠这里的工资够干嘛 你又不差钱 你在家闲着也闲着 又混个时间呗 你在家闲着干嘛 你去就混个时差 混个时间 然后混到下边 八个点回来了 八个小时 给你给你 给你多少钱 你某个人比我高 人家干的啥活呗 你干的啥 常性上是干啥的 五千多还低啊 你想啥呢 八个点你坐到那 对呀 你又不加班 五千低心还低啥 你要加加班 你一个月得万八块 差不多 你要每天不说多吧 两个点去加 两个点算下来 你多少 你一个月差不多都万八了 万八块了 再一万多点 一万多 办公室死工资 哪有什么加班 你不是说不加班吗 叫我加我都不加 到点我都走 缠细十二小时 缠细累啊 缠细比你高 你别想缠细比你高 你在 你进车间去瞅瞅 你又知道了 看他累不累 你们一天在那上面 忙都不挺 而且累也比你 拿不了多少钱 你拿五千 产线上 顶多给你多拿几百块 一千块钱撑死了 对不 你你拿五千 你不加班八小时 他们干十二个小时 而且还还也拿 顶多拿一多 几百块钱的加班费 几百块 有时候连一千块钱 费都不到 他们累死累活 也就比你多 可能几百块钱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我感觉是这样 不要嫌弃他们挣得多 我活不好干 那么多人 两把椅子 你觉得够不 那咋 其他人也想坐 坐不下 坐腿上 角落来坐坐 没事 待到的话就不行 他们七八千的话 你也不少 他们七八千 你拿的也不少 你那岗位轻松 现在 现在基本上都拉吧 不是光在一个地方 都拉 都降了 活轻松 打劲啊 福利好呀 对不对 你待遇好呀 而且你们吃的 而且你们吃的也不差 你们公司 待遇好 福利好 可以的 而且你还有年终奖 对不对 你还笑个也是说 你还有年终奖 年终奖比产项让多 今天很有潜力 大哥们都爱看 大哥们不爱看 大哥们只是想陪我唠壳 去年年终奖都没法说 取消了 产项不必也少 你拿的 人家干的是 哎呀 我就知道 富士康产项 一年年终奖 两千多块钱 一个月也就是 两百多 一年呢 正式工 派遣工没有 正式工 正式工干一年 两千二 两千四 我直播间还有个 逆子 他也在常理上面 他去年年终奖 发了两千二 二千四 一个月就是 两百多块钱 干一年 发下来就 两千多块钱 但是你不一样啊 你发下来 你年终奖要几万呢 我觉得 我觉得一天歌 如果是发年终奖的话 至少差不多十个W 对 缠线活累 占十个底 你弄不了的 一天歌 你弄不了 叫你干 你也不会干 你也就弄不了那活 真的是很累 拿不了十个W 六吗 年终奖 十个拿不到 那自己拿个七八个 傅斯康的 那个 县长吧 县长组长年终 组长年终奖 可能能拿个这个 以外 县长组长 然后县长的话 可能拿个 可能拿个 拿个就是八到九吧 然后那干部的话 差不多就拿个 年终奖 拿个七八千 五六千 就那个样 不会太多 除非是你组长 能拿个一万以上 一万多点 两万拿不到 一万多 一万二三五六 就那个样子 呃 那个 如果是 如果是那个 科长的话 拿的至少人家拿好几万 他拿的多 员工干一年 两千多块钱 累死了 浩南哥 晚上好呀 谢谢浩南哥哥 谢谢你矿石 真牛逼 没有 二二十八一年的话 二十八了 我跟你推一下 二十八 你们那是主管 如果是二十八 在富斯康 至少也带 富里吧 谢谢浩南哥哥 办卡 浩南哥 大气 谢谢浩南哥 两张办卡 也谢谢浩南哥 银光棒 你们那牛逼 哪个二十八 这牛逼的 一条线的主管呢 他们这 我们富士康 不分主管 就分一个车间 车间里客长 客长上面有 部长 部长上面有那个 什么主管呀 往上面再排 他们拿的多 不过下边的都是毛毛鱼 比不了 那你们那牛逼 你们那牛逼 对 这的话 给你们那比不了 浩南哥 你刚才去哪 转了一圈 没有那么多领导 我今天没上班呀 秋心哥呀 我们放假了 你猜 小姐姐直播间 我也不知道 我猜的 一年 一年光 不是二十八 二十八是个年终 年终二十八 你去 你去小小姐直播间 转了吗 哎 浩南哥 你后面带这个特效可亮 上面有个一圈转 可亮了 那个 户外呀 某个老头呀 哪个直播间呢 户外不是好多主播都不播了吗 现在 昨天的时候 他们还说户外主播现在都没几个了 都播不动 我也播不动啊 打工上班下班播 哎 盲林哥好久不见 晚上好 一天哥你继续干吧 你那个场有前途的 干吧 一天哥 你那个场 你往往上 你是行政部门 你们往上再走走 干的年糕多的话 你拿的更多 反正你那活也轻松 去也就是混个日子 继续干呗 家哥晚上好呀 家哥 谢谢你 荧光棒 走啊 老板不都是喜欢吹牛逼的拍马屁的吗 对不对 哎 我觉得 我觉得一天哥 只要他给你工资高 继续往上上 不上干嘛 对不对 欢迎天上哥 天上哥晚上好呀 你在背后说人家 人家也看不见 有什么用呢 谢谢天上哥 我看出来了 知道不 你爱说实话 你爱说实话 说的都是真话 那你以后就不要 不要跟你同事说了太认真 说老板的坏话 闭嘎 到时候 老板吵你忧郁 吵你忧郁的原因 就是你在背后 说老板 花花太多 然后老板听到了 把你给吵了 你小心点吧 一天哥 老板不行啊 上去给他 一脸 你太有才了 浩南哥 太有才了 对呀 现在不是很多都是那样吗 拍马屁的多 本来是没有说的坏话 人家再给你添加两句 你也不知道 到时候吵你鱿鱼 你不要跟他其他同事说坏话就好 人家说人心割肚皮 哪有小味好 你说对不对 谢谢天上哥 我们出了一张卡 营地谁卡 出了一张卡 谢谢天上哥礼物 天上哥大气